K-POP 拉丁舞 肚皮舞 自弹自唱 声乐表演 2024年 亚洲小姐 东南亚赛区竞选 50强加力 使出浑身解数 争夺晋级资格 加力们的表现 评审满不满意呢 我觉得今年的 整体表现 是比去年好非常非常多 看来大家都是有准备来 我觉得今年真的很强 高度有 美貌有 智慧有 才艺也是有 而且还是很多名校的过来 还是为清华大学 蛮大开眼界的我觉得 我感觉上像神仙打架 数字 跟他们的这些修养 包括学历都很高 其实对我来说 还没有很 就是很耀眼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每个实力 都是差不多 可能我感觉很多加力 都今天比较紧张 所以有一点点失水平 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是 一个拉小提琴的 就是说一开始我听她拉的时候 我觉得 应该就是 来偏偏 偏次偏次 可是只有拉到后面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她是一个不简单的乐谱 因为我自己本身之前也是有学过小提琴小时候 所以我知道她是一个有音乐底蕴的人 所以过后我发现 原来是因为她太紧张了 所以她的影响到她的表现 所以这个有点可惜 我觉得是那个彩妆吧 彩妆 它就是很last minute突然间 就是我们大家是 还有一个才艺这样子的东西 不过我觉得有一些是很好的 当然是自弹自唱啊 那些东西 自己带设备过来啊 那些东西 比较多是K-POP的舞蹈 就我觉得很多 它会是很多年轻人的首选 选美嘛 这个外表的这个精致性 是其中一个标准 那第二就是态度 这是最最重要的 也是会看到一些 我觉得太过自信了 可是自信到我觉得有一些是 完全我觉得是不适合当美姐 真的合格 四个人举起牌的话 从才艺态度 从进来 从表现体态 所有都我们在看了 因为今年太强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看整体的感觉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是态度 跟你的一些表达能力的东西 还有就是你对答也是要很厉害 因为毕竟来讲 不希望是看到缺场的人 多人有可能 当下太多的镜头拍着他们 太多的焦点在他们身上 他们根本没有听好问题所在 他们就是 回答的问题都是非常的笼统 他可能被自己的情绪 会被紧张感受压抑住了 所以他就会影响他的临场发挥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今天站在国际平台 你的谈吐 你的智慧代表了你 也代表了这个国家的代表 所以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点还是你的智慧 我个人可能会比较喜欢 比较有自信 有内涵 有气质的女生 我觉得就enjoy the show 因为很多时候 当你太过专注在 想要impress他人的时候 你可能就没有那么 发挥到自己的潜力所在 就是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将自己最美好的一面 展现出来 不想只是那种抱着来 只是事一事 没有准备好的人 所以我再选择一些 有准备好的人 评审们的建议 家里都听进去了吗 做足准备 才能在比赛中稳定发挥 心智之美 新耀亚洲 期待接下来的旅程 家里能越战越勇 展现亮丽蜕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